泰玛里香排湾族工艺家陈丽有魅女士 去年荣获文化部登陆为重要传统工艺 排湾族传统赤绣保存者 成为台东首位传统工艺人间国宝 县长饶庆林表示 去年底穿着陈丽有魅女士亲手缝制的排湾族公主背心 前往台北领取幸福县市奖 引起许多注目与讨论 这个是太阳 太马里是代表我们大湾村的 这个两个是祖林像 这个是彩虹 然后这个是排湾王子 排湾公主 排湾公主有祖林守护她 排湾王子有青年会守护她 这个桃湾是一公一母 一公一母 那个鱼毛代表我们贵族的象征跟头目丸子的象征 对啊 这个下面是现在的人像跳舞的 对 现在有旧的人像就在这个后面这边 这个是旧的人像 这是青年会馆 这是头目的家 对 又是这样 这边是在跳舞庆典 对啊 就是这样 有八种计划 我们修了一年 这个是我们太马里的大湾部落的妇女 大家都有倡理在这个里面 八种计划就在这个袖子 对 全部都在这个上面 就是这样子 这个以前最有公主才可以穿这种的衣服 那么今天呢 是老师七十年的学习经验的一个小小的展示 老师有很多的作品 其实散布在各个收藏者的家里 那我们今天呢 并没有办法把它完整的呈现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能够让我们台东因为台湾族的文化而更伟大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陈妈妈精湛的刺繡作品 县福特别与台东大学美产中心合作 于2022年1月13号到2022年1月27号 在文化处艺文中心办理刺绣展 展出超过40件台湾族传统刺绣创作 我们这次的展展是由 鼓励台东大学的美术产学中心承办 那我们接受这展展的时间 其实非常的短短 但是我们有深入到了陈妈妈的工作室 我们去挖掘了一些宝物 例如说这次有两件超过100年的 陈妈妈的妈妈所做的一个制品 那我们也有去挖掘了一些成年的一些工作的器具 然后还有刚刚现场里面有一些缝纫机 这些都是陈妈妈早期在做学习跟传承的一些工具 跟东西 那其实这个在过去其实没有出现在展展里面了 那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这些的工具 能够展出除了在作品以外的 它的本来在做创作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里面有一些是就是说八种的编织的技法 那个技法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整体的呈现 除了有平面的编织 然后立体的人像的一些穿着之外 还会有一些器具的展示 然后来呈现这次的展览 这项展出特别于1月15号上午办理开幕式 陈妈妈来自各界的好友齐聚一堂十分热闹 我想陈妈妈的每件作品都是她的精心杰作 里面除了她累积了几十年的 这样的手工艺的艺术之外 其实她每一个图腾每一个刺绣 都有属于这块土地家族的一个故事 都非常值得大家细细的去欣赏 它不只是我们台中的宝 它真的是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宝 感谢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替地方服务 请祝我们人间国宝陈女士展出了成功 也祝各位大家健康幸福 谢谢 对我们来说 这是我们日常以前在穿的东西 可是可以因为她的认证 变成全世界都看得到的文化瑰宝 人家都说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那重复的事情一直做 她就会是专家 那这一点在陈妈妈身上 真的我们看到她这个人间国宝 真的是当之无愧 真的是台东之光 也是我们太玛丽之光 希望这个盘族传统刺绣的手艺 能够继续地把它传承下去 上帝给我这个任务刺绣 虽然我压力很大 可是我会很认真的传承下去 因为我妈妈传给我的 我一定要传给我的后代的人 我会认真的现场 我会把我们的文化发展出去 因为你那么重视我 那么照顾我 谢谢 谢谢 陈妈妈非常感谢县府与东大合作 集结自己多年来的作品 在自己的家乡台东举办展览 她也强调未来仍然会持续致力于 传承赤绣工艺 期许东排湾族的传统赤绣工艺 能够继续保存传承及创新 海刀所在终于发表